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假老师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谈过 每次打到年限之下就有人把它护上来 所以今年的行情一直维持在 10,500点到11,100点之间 对吧 之前我跟各位谈过这个观点 冲上去没有用 你通常就会杀回来 杀回来会拉回去 不过那是指数 对 那是指数 因为个股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没错 那我们先从指数的一个架构来看 今天是一个带量长红棒 好 那这根这个带量长红棒呢 那么量又没有很大 只是比这个 没有耶 对没有很大 很棒啊 就过了20日均量 对 20日均量在1,181亿 所以我们今天稍微过了20日均量 但没有冲到所谓失控量 是不是很漂亮 好 今天成交量很漂亮 然后今天呢 连过两关嘛 连过两关 第一关是什么 年限 第二关 我还告诉你 我们站上了季限 季限的位置在10861 我们今天收盘是10868 多七点 对 但不一定站稳啊 下礼拜要把它站稳才有用 只是说 一关一关来 对 我们 我从来没想到 一根红棒可以去连过两关 这个倒还蛮讶异的 好 这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这个大盘的结构 打到年限之下 真的有人在互看 还是有在手 对 有人在手 好 那今天的盘面结构当中 最强的是谁 最强的是细晶圆 整个族群 我讲族群 环球晶涨停板 然后合晶涨停板 中美晶涨停板 好 那 包括汉磊涨停板 这个地方跟细晶圆相关的 都涨停 好 那其实细晶圆 不是最早涨上来的 嗯哼 所以今天最早涨上来是谁 谁 工具 对吧 那个1590的亚德克 拉到一开盘 就直接跳高开上去 然后后面尾盘拉涨停板 2049的上营在今天也是开高之后急功上去 虽然没有涨停也大涨了6.81个百分点 1597的值得在今天也是开高之后急冲到了大涨7.8个百分点 好 为什么 听到没有你应该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是工具机先涨 虽然他并没有全面涨停 只有一个亚德克掌停 那反而是细晶圆的气势最强 为什么 好 在谈为什么之前 我来跟各位谈一件事情 我想报章媒体今天出现了一则消息 这个消息在昨天有出现 好 那 他的消息是这么说 美国的财长 努钦啊 打算再度邀请 不是打算 就是再度邀请中方的高层 要来美国协商贸易的谈判 终于 好 其实在昨天就出现这个消息 只是市场不反应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反应 好 假设今天这个消息做了反应 你就知道为什么工具机大涨 开盘是跳高 工具机开盘是跳高大涨 我再讲一次 今天工具机的开盘少则3%多则5% 它的联动关系是如何 因为美中的贸易大战打到了工具机 当你了解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部分开始出现了转环的契机 工具机 这一波工具机杀得很凶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美中的贸易大战 打到了工具机 所以造成工具机 之前因为整个产业很旺的时候 有一些下游的工具机厂商 是有点重复下单 第二个部分是重复下单 所以当整个工具机被打到之后 那你后面重复下单的部分 会被排除掉 所以造成了上瘾亚德克职的大跌下来 原因就在这边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 原本以为11月6号 其中选举之前 大概美国跟中国不会再谈判了 那也就是川普普跟习大大不会再见面 结果竟然出现这则讯息 是不是很意外 对吧 我还告诉你更意外的是 什么 那时候川普普不是夸下海口 除了2000亿美元的关税 要调高到25% 还有什么 还有2670亿美元 要等着 要去制裁中国 有没有 对呀 我先告诉你 那个2000亿美元的关税都没有动进 没动进了 忘记了吗 对呀 还是他们的国会 有什么意见 卡住 他们自己本身有意见 我们不谈 我先告诉你 卡住了 连这个2000亿的关税 都没有再提了 那就好 是不是说明一件事情 贸易战有可能休兵 对吧 至少到11月6号 至少到11月6号之前 你们听出什么端倪 11月6号 他们其中选举 就跟我们11月不知道几号 有选举一样 他们有个其中选举 我们也是其中选举 我们好像跟美国很类似 好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经营反弹 你知道会谈到哪里 你说 11月6号嘛 对不起 因为我在想说 那个有规定 分析师很可怜 不能讲出来 没有我们判断了 原来你是讲日子 如果11月6号 如果11月6号之前 川普至少他有意淡化 这个状况的话 那是不是在11月6号之前 我们都是一个大反弹 哦 真的生了一口气 所以这一次谈上去 我们希望过了11100点 加油 所以风雨生信心啊 真的 加油 礼拜天 礼拜天我会让你风雨生信心 9月16号 礼拜天早上在桃园下午到台北 好多股票超跌了 你知道吗 今天才终于觉得比较敢买了 你今天相信了吧 前几天你都不相信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今天有信心就好了 今天没有风雨 但要有信心 是 那换句话说 11月6号之前 如果美中的贸易 即使他没有谈出任何状况 也大概不会有什么 2000亿 2670亿 这些狗屁东西出来 对吧 好 那但是要记着一件事情 共和党不能选太好 川普代表的是共和党 如果其中选举 共和党选得很好 他老就会 嚣张 对他继续会跟你中国来好 所以我们的反弹 我们先看到11月6号 好 这一波的大反弹 然后这一波大反弹 如果11月6号之后 他其中选举选得不好 或许他烦恼的不再是 跟中国的贸易大战 那以后再说 好 那我们先告诉各位 我认为反弹的结构 至少在11月6号之前 应该没有贸易的变数 其他变数我不知道 但贸易战的变数 应该会减轻或淡化 好的 如果这样的话 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选呢 是啊 朋友们该怎么选 好 我告诉你 我怎么选 好的 那工具机 细晶圆 被动元件 这三大族群 是这一波碟式的元凶 就是所谓的 机油股的碟式元凶 那工具机的产业 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被动元件 跟细晶圆 没有任何问题 我跟你谈过嘛 那工具机的问题 就是贸易战 产生了所谓的 重复下单的问题 必须把它排除掉 那股价已经跌下来 所以呢 那么这个贸易战 假设又没有再出现的话 智慧自动化 又是未来的潮流 不是吗 是 记不记得我跟你谈过了 怎么买股票的概念 有三大原则 第一大原则 产业有杂音 但未来仍看好 记得吗 就产业面虽然有杂音 但因为股价又修正回来了 我产业有了一些杂音之后 股价修正回来 但未来呢 仍然看好的情况之下 那股价会不会涨回去 不要说回再创新高都不要 至少一个中期的大反弹会开始 对吧 这个才是一个关键 你先了解到 我把那三个方向给各位 好的 你现在要怎么做 在这一波 在这一次的演讲会 9月16号 礼拜天 礼拜天哦 不是礼拜六 是礼拜天 礼拜天的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那我挑出了大概五档股票 那这五档股票是超跌的基欧股 那我们要找的就是 第一个 产业有杂音 但未来人看好 或者产业根本没变嘛 好那那这个部分 如果股价修正回来 就是哪一点 第二个 利润 现在进场的利润 要大于风险 对吧 那我才要进啊 第三个 就是筹码的沉淀度 看左脚买右脚 好 我都在做 好我都在做 来 今天的矽晶圆 为什么会比被动员健强 今天矽晶圆 今天矽晶圆是比被动员健强 好那 因为他们涨停好多 对 矽晶圆几乎全面涨停了 只剩一个家经没涨停 好那 该涨停的都涨停 除了家经没涨停 为什么矽晶圆会比被动员健强 之前我有跟各位谈过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叫做日本不是受到那个燕子台风的侵袭吗 对 造成了他们这个停电啦 这个烟水啦 等等等 好 另外呢 又出现了北海道的大地震 记不记得 是的 当时造成了SAMCO 就日常的胜高 它的千岁场受创 现在好像已经慢慢在复工了 好 千岁场受创 蛮久的 那个时间还蛮久 那千岁场受创 这个 这个是利多 我先告诉各位 这个是利多 我一直想不透 在利多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矽晶圆还在杀 但是它是不是利多 它绝对是利多 好 我先告诉各位 它不可能是利空 因为 基本上 因为 当股价修正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告诉你 我看那个 一些专家就开始讲了 啊 不会受影响啦 因为SAMCO的一个产能 没有那么大啦 千岁场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大概一个月影响20万片 那又不是一个月 我告诉各位 现在矽晶圆是供不应求 12寸 我们讲8寸 因为它那个千岁场 是8寸到6寸 8寸跟6寸 8寸每个月 现在的需求是550万片 对啦 没有错啦 20万片对550万片来讲很小 可是问题是 你本来就供不应求啊 那你少了这个部分之后 8寸的矽晶圆要不要涨价 我找问各位这件事要不要涨价 当然要涨价 那涨价的情况是要股价往下跌 应该买还是应该卖 你去想这个概念 所以SENCO的千岁场售创 它售创的部分是在8寸跟6寸 那谁会最受惠 在矽晶圆厂商当中 是不是生产8寸以下的就受惠了 对吧 核金老实说 Bingo 没有 它最受惠不是核金 不是 对 它这个8寸6寸叫累晶片 它是累晶片 不是矽晶圆 那是累晶片 累晶片的受惠里面 这个累晶片的受惠 谁受惠最大 3707的汉磊 所以汉磊今天第一个拉到掌停板 好 3707的汉磊在今天直接攻上掌停板 原因就在这边 啪啪啪就拉到掌停板 好 汉磊拉到掌停板之后 它是8寸以下的一个 8寸6寸的那个累晶片 那累晶片的部分 它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代工 好 晶圆代工在8寸的部分 好 另外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那谁做8寸的细晶圆 合金嘛 6182的合金 所以我今天买了合金 好 之前都没有买合金 今天进来买 因为我看到汉磊掌停板 我知道合金会拉到掌停 好 因为8寸的部分 相对来讲是受惠的 好 那相对来讲 这就是我为什么去跑去买合金 那环球晶为什么会掌停 很简单 环球晶除了12寸之外 它8寸也占了4成 虽然不是比重最大 8寸比重最比较大的是 合金跟汉磊 但是相对来讲 细晶圆里面 那么在8寸的部分 那这个环球晶也占了4成 好 所以环球晶占了4成之后 其实环球晶今天比合金 更早拉到掌停板 我要跟各位谈一个东西 合金是300多块 300块的股票 这个环球晶是300块的股票 对高价 合金比较低价 我一般会员去买合金 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低价 那环球晶是比较高价的股票 而且最近我相信有很多人 被外资一买一卖吓坏了 一定的 对 他忽然买个1800张 忽然又卖个1600张 他就不知道 他老兄在干嘛 好 一下买一下卖一下买 最近的被动元件跟细节 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下买一下卖 一下买一下卖 造成那个筹码没有办法沉淀 不过虽然筹码 就筹码面来看 环球晶的量还是太大 但问题的中心点 今天的环球晶是以掌停板来拉动 这个状况就不太一样 好 为什么不太一样 如果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一支股票要开始做强力反弹 它第一根 第一根红棒一定是掌停板来发动 理解这个概念 如果它只是一个小红棒带上引线 带下引线 那个没有用 它会再杀下来 可是今天的环球晶是以掌停板 那掌停板 对就是强势 我问各位 就是要吸引大家的目光了 我今天不管 不讲它是环球晶 我讲说有支股票 今天拉到掌停板所住 是不是市场的关注力会开始出来 没错 就像那一天的基亚 掌停板 后来连拉六根七根掌停板 今天基亚还蛮厉害 又把它拉到掌停板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掌停板它是一个讯号 它是一个讯号 那当然我们要看它 有没有办法V转 但V转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上档还是套牢很多 但是它的掌停板 是不是说明一件事情 这是主力 如果是主力在发动的 那主力是不是已经在宣示 我要开始反弹 好 这个部分我们以后再谈 我不跟各位谈这么细的东西 但是也说明一件事情 细晶元为什么会比 这个被动元件强 原因 有一个原因是在于 SENCO的签税厂受创 所以受创之后 8寸的细晶元报价会上涨 那这一部分会带动 整个细晶元往上走 所以它的强度会比被动元件强 那你说被动元件也没有很 也没有 也没有差 因为MLCC在涨价 春天已经在涨价 可是被动元件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它的当冲率很高 你冲上去 你买上去 它就把你冲回来 你买上去就冲回来 所以它的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沉淀 虽然这个细晶元也是一样 但是细晶元排除掉了环球晶 那你如果去看合金的成交量 你会发现到 合金的成交量已经沉淀了 而且合金在40块以下完成了245 4天的一个小底 那在今天拉了上来 就是在环球晶昨天破底的时候 合金还没有破底 好 这是很重要的讯息 这代表它从马渐渐在安定当中 所以我为什么跑去买合金 在今天第一根红棒出来 我就去买合金的原因在这边 好 那我强调一点 就是说 细晶元还是会整个族群动 因为它是族群性的 所以后面该怎么走 就等于说合金的弹力会高一些 会比环球晶高一些 是因为它有8寸 以及它筹码没有那么多的当冲 好 再拉回到被动元件 所以被动元件的部分也是一样 被动元件虽然反弹 但却没有任何一档拉到掌停板 对 国具涨5% 2492的华星科 一度要供掌停 但收盘只有7.7% 那个没有被当冲杀下来才怪 当冲最后一笔还1000张 1099张 你说要怎么办 那他们好不好 他们很好 但是因为量很大 所以呢 我们应该这么看 就是如果他们先做下一个礼拜 被动元件先反弹 那反弹一小段之后 再进行量缩的整理也行 好 那但是呢 那么M有CC 涨价的题材是在的嘛 如果说M有CC涨价题材是在的 你会怎么买 国具华星科我相信你不敢了 我也不敢 好 那如果不敢 我还要去买M有CC 我会去买什么 买M有CC的通路商 我的量 这个所谓的充量的部分 没那么大 该不会是老朋友 不是 是新朋友 新朋友 叫做8043的密忘石 我们今天密忘石是整个被动元件里面 涨最多的 好 涨了9.61% 恭喜 原因就在于我跟你谈过 它的量的沉淀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去选择被动元件 除了叠声之外 然后呢 另外一个部分要去找它 筹码面的安定度 这是一个关键 为什么去跟各位谈这么多的一个关键东西 因为待会儿我要拉回到我的演讲会 来跟各位分享咯 好 密忘石第二季赚了2.3 我记得赚2.3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 2.33元 所以如果 它是通路商 所谓通路商就是 M有CC涨价的时候 通路商会有低价的库存 所以M有CC涨价已经是确定了 只是被动元件里面 国具跟华新科跟合生堂 你们就喜欢冲来冲去 所以一般那个筹码不会沉淀 那我就去买 从这个已经受惠 而没有息息涨价的通路商 为什么这次不是买那个日电帽 也可以啦 我只是想一想 我还是 日电帽不是不买啦 只是说 我现在比较偏向是买在这个 筹码比较干净的部分 然后这个日电帽筹码也很干净 好 另外一个部分来谈 我们再拉回来 好 所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有没有开始有信心了 有 如果说 如果说机油骨头开始反弹了 工具机系晶圆或的被动元件 那还有哪些机油骨 你忽略掉 不一定要所谓的这个族群 我不谈族群 我这一次演讲会不是跟你谈什么 这个不是去选什么细经元 跟你来谈 不是 而是要跟你谈 还有哪些个股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它已经超跌 但市场没有发现 那个不会有人当冲冲来冲去的 好 我选了五档嘛 好 那我选了五档之后来 那其中今天我布局了一档 叫做顶天立地 我先告诉你 它本一笔只有十倍 那我选股的逻辑很简单 第一个 产业面虽然有杂音 但股价已经修正回来了 然后未来有前景 对的 这个顶天立地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呢 第二个 现在买进我的利润会大于风险 因为我买在本一笔十倍左右 然后呢 第三个 看左脚买右脚 是的 它的左右脚被我抓住了 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这也是在这一次演讲会场当中 会跟各位分享的 五档股票的其中之一 9月16号礼拜天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超跌GEO股价值浮现的买点的机会 风雨深信心 欢迎各位加入LINE之后 点选报名 好的 谢谢老师 带我们做的分析 还有呢 恭喜老师今天的布局 大获全胜 恭喜赚钱哦 好 所以呢 如何来选择新的GEO股呢 如何透过了这个筹码啦 或各方面的一些观察 去无存心 来决定什么该先买 什么时候慢一点呢 好 礼拜天老师呢 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的演讲会 欢迎大家把握咯 时间关系 访问先进行到这里 感谢留言投顾 杨天迪杨老师分享 谢谢你 谢谢西珍 祝大家周末愉快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要报名 杨老师 礼拜天 风雨声信心的演讲会的话 记得赶紧透过Lite 在线上点选报名哦 好 老师呢 礼拜天早上呢 是在桃园 下午是在台北哦 风雨声信心 超跌GEO股价值 买点的机会 老师也选出了 五档好个股给大家 欢迎听众朋友 赶紧报名咯 Lite ID再次提供给大家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票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 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26号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华信投顾 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何彦 哇 老师 今天又是礼拜五 今天呢 大涨 我刚刚呢 私下跟老师在那边聊 老师就说 其实他昨天 就已经开始在发讯息了 有一些特别的 VIP等等 因为老师呢 已经掌握到 第一时间的讯息 今天呢 当然就是 加选指示跟 OTC指数呢 全面的上涨 而且之前很弱的 包括了被动元件 细晶元等等 今天都表现不俗 是吗 请教老师细节的部分 而且老师 买了什么呢 多头的时间 来了吗 请教 好的 想象不到 昨天台北股市 只涨4点 涨价值4点 而且昨天外资 还在砍台积电 昨天外资还在砍 大力光 昨天外资卖台积电 卖了6887张 所以台积电 昨天跌了5.5元 把加选指数 拖了大概57点下来 所以我说 昨天 节目里面我特别讲 昨天是台积电 跟大力光 在扯后腿 昨天大力光 也跌了100元 占指数占了5点 昨天外资 在拉台积电 跟大力光 他们也一定想象不到 礼拜五 竟然会是 大涨140点 所以很多人 现在还摸不到头绪 为什么呢 昨天还那么弱 今天怎么会变那么强呢 想象不到 今天加选指数大涨140点 OTC也大涨2% 你知道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在打电话 通知我的VIP会员 今天开盘之后 要怎么样去买股票 我们早晚就已经开始在布局 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在布置了 今天早上我7点起床之后 大概梳洗一下 7点半也在家里开始 要不然出门 赶快打电话给VIP会员 你今天开盘前 赶快挂什么单 你今天开盘前 挂什么单 就开始分配了 到了公司 8点半 我就开始发讯号 给我所有的会员 8点半也没开盘 我们是9点开盘 我8点半就开始 发显讯 打电话 通知所有的会员 开盘之后 开始全面买进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我的会员 因为我的会员都知道 我的用心 会员绝对都可以感受到的 那我们今天买了什么股票呢 我先简单说 等一下我再把原因来跟大家分享 好 问题是路遥才会芝麻力 有些股票涨一天两天 昙花一现就没有了 那你那个没意义 你要说下期真的高手是怎么样 走一步要想三步 对不对 今天一步要算三步 那有的真的pro的 今天一步就算十步了 很厉害 那我们没有办法算到十步 最起码要算到三步 所以今天买的股票 你要考虑到的是 后面它的续航力 跟它的爆发力 所以今天买这四只股票 有我的原因 等一下我再来告诉你 好 那为什么我昨天晚上 就会开始通知 会员开始买股票呢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时间周期的部分 台北股市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 都是几天 25天 涨25天 跌25天 涨25天 跌25天 很乖啦 这个25天的循环 已经从去年十月 到现在九月 已经整整走了一年了 你知道前一次是从 7月6号 对七月催落 起到八月催高 那7月6号的时候 是在10,537 涨到8月9号的时候 最高来到11,000点 所以在8月9号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25天要搞 20天快要结束了 讲完之后果然整个行情开始打下来 那打下来之后 曾经一度在八月底的时候 被台积电一支独秀 又把指数推了回去 可是后来最近这两个礼拜又杀了下来 你知道第25天 从8月9号算下来 第25天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就在这个礼拜三 所以礼拜三的最低点 10,666点是第25天 下跌的第25天 所以照理讲反转时间是在礼拜三 那昨天礼拜四才涨4点而已 所以反转的讯号不够明确 加上大立光跟台积电昨天很弱 外资在压盘 所以昨天我一直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我还不敢出手 可是到了昨天晚上 我得到的讯号之后 我确认这个盘在礼拜三 时间点是反转成功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才会在家里 晚上就开始通知人 明天开盘 拜五开盘 要怎么办 是 很用心 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25天的转折 礼拜三出现 那今天的大涨是一个确认盘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会造就成 今天大涨的真正主要的因素 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您说了老师 川普怎么了吗 川普邀请中国进入第二轮的贸易谈判 因为第一轮的谈判是派副部长而已 所以当时我讲说副部长那没效 那个决定不了什么事情 那昨天川普正式递出邀请函 这次谈判的层级 拉高到部长级以上 那中国大陆那边可能会派出 他们的副总理 那中国昨天晚上也回应 他们乐观其成 那既然双方一拍即合 你知道美中的贸易战 对于两岸三地股市来说 都是什么 都是孙悟空的紧箍 真的 对不对 都是孙悟空的紧箍 大家只要听到贸易战 哇 一厘头两厘 都两厘大 然后股市就跌跌不休 那既然贸易战是紧箍 那当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的时候 那就如同紧箍咒拿掉了 那紧箍咒拿掉之后 你觉得观世音还控制得了孙悟空吗 对不对 那孙悟空一定就叉叉跳了嘛 所以股市一定就会大涨起来嘛 所以我昨天晚上听到 美国递出邀请函 中国欣然接受 而且乐观其成 我就笃定今天 开盘之后 就会开始全面反攻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大涨140点 要赌赌利啊 所以今天为什么一开盘之后 我们就开始带货员开始全面的买进 昨天晚上我已经开始通知会员 通知VIP 已经都讲好 今天一开什么股票几块钱 什么股票几块钱 所以凌合宴真的很用心 我不是盘中在带货员操作 我连收完盘之后 我经常讲 我每天晚上半夜三点才睡觉 我昨天三点半 昨天忙到三点半 在做这方面的部署 好 那今天行情大涨 当然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你们看到都是结果 可是往往当你看到结果的时候 你要说千金难买怎么样 早知道 如果能够早知道 比别人早知道一个小时 你就赢了啦 更何况如果能够早知道一天 那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好 那今天很多人 一定都在比涨停板 因为今天涨停板的加速也很多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的啦 因为很多人很多人操作都是 从上面一路套下来 那对六百块 涨停板也没什么 弄到弓弓的嘛 对不对 对五百块 涨停板也没什么弓弓的嘛 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相信你们了解 我们是全面空下来之后 由空全面翻多的 我们是由空全面翻多的 来 我来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买进国具上营南亚科橘子的原因 第一段如果时间不够 那不够的部分 我第二段再继续补充 没问题 你知道贸易战如果暂时搁置进入谈判 会大涨什么股票 就这四大 上市贵一千六百家 你如果没有一个方向去浓缩 股海茫茫 你无从下手 那既然是贸易战搁置进入谈判 那第一优先一定是怎么样 跟贸易战有关系的嘛 你听到吗 就之前委屈了的 你看昨天晚上 美国大涨是哪一支股票 昨天高通大涨 昨天苹果大涨 Intel大涨 微软大涨 因为这些 它在中国大陆都有设工厂 而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都被 杯葛 被抵制 那昨天涨最多是哪一支 昨天美国股市涨最多是美光 美光昨天盘中一度大涨6% 因为大家在抵制美国的商品 所以美光一度讲说 好吧 那我们回美国去设工厂好了 所以美光最近跌跌不休 也是受到贸易战的杯葛 那美光昨天 在美国股市涨最多的同时 反射回来台湾是哪一档 2408的南亚科 所以南亚科今天一开盘 我们就开始叫会员 58.5到59买进 买进之后 然后就一路涨 涨到60块 但涨幅不是很大 可是有5%也不少 可是后面的爆发力 我觉得是最值得期待的 因为南亚科今年一股 至少11块到12块 baby才5倍而已 这个标准被贸易战错杀的 这个等一下再来谈 那第二档我买上瘾 为什么买上瘾 你知道美国这一次 打中国的贸易战 不单是贸易进出口不对等 真正美国的焦点是在打什么 2025中国制造 懂得没 因为习近平喊了 2025中国制造 川普听了很不爽 那让你2025中国制造 那美国怎么办 美国不是已经先美国制造 所以从2025 中国制造这个角度来说 这里面有多少的内容 你想 全面自动化 机器人 AI 那这些都会用到谁 都会用到2049的上瘾 所以上瘾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从500多一路被打到250 破了成销价 我这个跟大家讲过 上瘾我一直是我的口袋名单 可是时期没告诉你 我今天一开盘 248 250买进上瘾 上瘾一度涨到8% 其他的 我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补充 今天是反转的确认 我今天有个活动 小钱变大钱之 加倍要回 小钱变大钱之 加倍要回 这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第二段 我再来为大家做解说 好的 在今天老师做了25天的时间周期的反转确认之后 而且在昨天就已经晚上今天一大早 跟VIP都直接打电话 今天一大早就是很积极的在做动作 选择好的个股 今天第一时间就出手了 所以想要掌握的话 持续的锁定 还有老师的Lite 也记得加入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可以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来电把握 老师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活动 小钱变大钱之 加倍要回 这个优惠的内容 欢迎听众朋友利用 02-239-239-88 02-239-239-88 跟上讯息 认同老师的操作 今天就是最好的优惠时间点 02-239-239-88 239-239-88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咯 好 在今天台股大涨了140点的过程当中 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第一时间 掌握到最好的个股 第一时间的契机呢 好 老师上半阶段 跟我们分享到 今天操作的部分 有四档股票 为什么就选择这四档呢 请教老师 好 今天很忙 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忙忙忙忙 忙到现在 昨天三点半才睡 早上七点就起来 梳理完之后 又一直在通知会员买股票 怎么样去布局抢今天的行情 那到盘中又一直在通知会员 怎么样布局 怎么样进场 我们今天是抢了一整天的股票 今天收盘之后 会员都有很丰收的成果 所以我说我的用心 会员绝对能够感受 从昨天晚上VIP会员的联络 一直到今天盘中 所做的一切动作 我是一个很用心的人 那大盘之所以为什么大涨 我想我昨天 刚才跟大家讲过 第25天的反转 礼拜三出现 昨天礼拜四讯号不够清楚 那今天就很明显的确认 所以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已经知道礼拜五会怎么样走之后 咱们问到凯西的通知VIP 凯西布局今天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 小钱变大钱 那这什么意思 你看这一波行情下来 虽然指数只跌个六七百点 可是九成的股票都跌超过 四十趴五十趴六十趴 甚至于九月份 才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融资已经断头了 一百五十五亿了 到昨天为止是一百六十八亿 所以可以感受到很多人 这段期间以来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你如果没有做榜康 做楼子一定是三横雷雷 那当三横雷雷的时候 你的资金是不是从大变小了 举水去啊 输去啊 好那接下来行情来了 你怎么办呢 你要想办法让你变得 已经变少的小钱 再把它放大变成大钱 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活动是 小钱变大钱的活动 资加倍要回 怎么样用小钱来赚大钱 帮你把资钱赔的 赶快尽数的给要回来 这个就我们今天活动的一个诉求 那我简单透露一下 因为节目不能做生意 所以有些什么折扣那些都不能讲 我只是简单这样讲 今天八 今天是八 八的意思就是发的意思 就今天一天而已 全面八 全面八 全面发 因为这段期间以来很多人伤痕累累 那这也是林和宴的一个贴心的贴补 就今天一天而已 因为本来这个活动本来就已经很便宜了 那为了今天贴补大家 就今天一天 今天八 听有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只有今天一天而已 自己掌握机会 今天八 好的 好那我刚刚讲过 我们在走一步要算三步 真的围棋高手 下一步可以看到15步 甚至有人可以看到20步 我们没那么厉害 起码要看三步 所以今天大涨股票很多 今天比掌停板没意义 为什么没意义 你600下到存300 掌停板哪有什么 500下到存200 掌停板也没意义了 我们是空下来 全面翻多上去 那这当然这个也是会题外话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你要怎么样去买 路窑芝麻利的股票 就好像亚尼一样 亚尼没有一天涨停板的 可是一个破断下来 赚了55% 涨不停 这才是你要的 才有办法小钱变大钱 否则涨停板就要像烟花一样 咻蹦就不见了 那这样你赚一个涨停板也没意义 所以你要买的题材是对的 我刚刚第一个跟大家讲到 贸易战委屈被压低的 记忆体的部分 昨天美光已经率先大涨 美光是昨天美国股市 涨幅盘盘第一名的 那相对台湾这边的记忆体股 厉害注意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再提 那刚刚谈到第二个就是 2025中国制造 2025中国制造 这里面一定是跟什么 跟工具有关系的 那工具里面你看今天 上营我们今天一开盘 就通知会员 248 250都买 最多涨到260 那今天除了上营以外 值得1597的值得也大涨9% 雅德克涨停板 4552利达空气压缩机的 今天也大涨8% 这个都是贸易战被压低的 很可怜 因为每家公司获利都很强 上营今年一股赚到20块钱 雅德克也有15块 那利达也有10块钱 甚至于值得也有7块钱 那股价都腰斩过 那贸易战既然被割制之后 这些该还原的就会还原 所以我买上营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没有欲白买啦 我不是在设飞标 欲白买下 漲天板跟着买下去就对了 我们不是这种 我们是一开盘就压了 一开盘就进场了 那另外我们国具 2327的国具 因为国具虽然说跟贸易战没关系 可是是市场买盘人气的焦点所在 在被动元件 所以被动元件如果不起来 那么整个市场的人气不会回来 那被动元件要起来 第一个龙头一定要起来 那国具这次从1300 回到年限500元530元 你一个多头要能够守住 年限是不可以厮守的 那今天国具找盘有跌到500块 那我们叫VIP会员买国具 你随便500 510 520 随便你买啦 我们今天通知会员买国具的时候 随便你500 510 520都买得对 最关起压546 我觉得国具才刚开始而已 国具的基本面就不用我再多说 这是我买进国具的原因 那第四档我买游戏橘子 为什么买橘子 你知道今天类谷里面 最强的地方你知道吗 知道吗 老师您直说 今天最强是游戏软体 今天游戏软体的部分 Oh my God 涨停板 网龙涨停板 育权涨停板 包含大雨资讯涨停板 可是这些都是业绩比较差亏损的 游戏软体今年最热门的话题 莫过于橘子 因为它代理天堂M之后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赚了五块钱 全年至少十块钱以上 虽然说它跟贸易战没关系 可是贸易战把整个市场 气氛弄得很低迷的时候 它的多头也被压抑 那当贸易战这个紧箍中拿开之后 该还原的 该表现的 都会一次发泄出来 那橘子每一笔才六倍而已 所以你看我的钩票我都没有乱挑 都是对的诉求 都是对的诉求 那今天小钱变大钱的活动 就今天一天而已 今天八 今天八 谢谢老师 只有今天一天自己掌握机会 好 时间关系 就感谢我们华信头顾 林何彦总顾问分享了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今天何彦老师呢 提供给大家 小钱变大钱之 加倍要回的方案 老师呢 刚刚有暗示 今天呢 折扣不能讲 但是呢 就是一个字 就是发 欢迎听众朋友赶紧利用 工商服务的电话咨询 02239 23988 02239 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